作者尔雅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217集 鬼医将 展昭皱着眉头 白玉堂在一旁靠着栏杆继续不说话 但听了柳公公的叙述之后 白玉堂也感到其中有些地方相当的可疑 那方爸答应等一个月 就表示答应包大人回来之后审理了 答应是答应了 不过还是不准验尸 这时赵真走了出来 柳公公赶紧行礼 赵真示意不用叹了口气 若不是朕大爱妃带着深运来坐牢 我怀疑方爸当着朕的面就能把庞玉撕碎了 这么好 是啊 朕这皇帝难做啊 赵真摆出挺可怜的样子 展昭和白玉堂下意识的嘴角抽了抽 某种程度来说 赵真的性格也够奇葩 为什么死咬不肯验尸啊 展昭想不明白了 赵真就又给展昭提供了一条线索 这个朕可能知道 方霸其实有勇无谋 此人当年战功还不错 据说完全归功于乌角 乌角 什么意思啊 打仗前先算一挂还是先拜一拜 那乌角规矩甚多 具体要去问一些老兵 或者九叔军中的人有人知道 那个乌角规矩甚是严格 其中一条旧石 死后绝对不可以动尸体 赵真说到这里 展昭和白玉堂还都愣了愣 是巧合 之前火掌门的人 貌似也不准人动尸体 好像是什么死神 赵真说着 对前方招了招手 果然就见南宫记 都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 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展昭和白玉堂都感慨 南宫跟赵真的影子似的 真是无处不在 赵真伸手派了派南宫的尖头 有些尘土 看来是刚刚赶路回来的 太后的意志传完了 已经到了 贺副将说交给九王爷处理 唉 你之前查到的什么死神 死神 是鬼将吧皇上 赵真像是想起来了 点点头 貌似是 你说给他们听吧 朕先回宫了 说完 赵真带着人走了 南宫有些无奈 柳公公也进屋探望旁飞去了 南宫刚想开口 展昭却阻止了他 等一下 留着下饭 南宫张了张嘴 展昭拽着白玉堂 请南宫记去太白居 使酸辣蟹去了 太白居三楼 白玉堂定下的雅间里 南宫记看着眼前 一边靠着窗户喝酒的白玉堂 一边拿着个螃蟹腿的展昭 终于明白了下饭是什么意思 嗯 什么鬼将死神啊 展昭给南宫记往眼前放了一只螃蟹 南宫倒是也饿了 边拨着螃蟹边回答展昭 我找了几个老兵打听的 方霸当年 这么说吧 当年打仗的时候 不少将领都信奉一种乌教 供奉的神明就是鬼将 打仗的最多拜个官二爷呗 还拜别的神明啊 鬼将 听过的呀 名字真难听 这鬼将的传说如今不盛行 貌似因为九王爷打仗连菩萨都不肯拜 所以后来这风气被扼杀了 早些年非常普遍 据说这鬼将长着鬼头 人伸马腿 人伸马腿 那是马前腿还是马后腿啊 那个老兵跟我说 就是人的头 伸加上马的伸 腿 展昭和白玉堂又默契的一起 扬起脸开始想象 两久白玉堂先开口 不穿裤子吗 展昭嘴角抽了抽 白玉堂关注的重点 果然跟正常人不太一样 南宫放下螃蟹 抽出帕子擦擦手 从腰间拿出一张 折得很旧的黄纸 递给展昭 这是一个老兵家里 收藏的鬼将图像 展昭叼着一个螃蟹腿 顺手从白玉堂袖兜里 抽出一条帕子来擦擦手 然后塞回白玉堂袖兜 顺手接了那张图纸 拿到眼前潇洒的抖开 白玉堂就觉得 展昭这动作一气呵成 做得无比顺畅 那幅图像上画的所谓鬼将 面目猙獰 十分的吓人 一张鬼面青面獠牙 头发蓬乱 身上穿着破旧的盔甲 双手拿着一把大刀和一面盾巴 此人上身十分的结实魁梧 肌肉线条突兀 青筋爆突 而他的下半身则变成了马 别说 从人身过渡到马身还挺自然的 四体粗壮有力 还有一条尸尾 哦 好神奇啊 白玉堂扫了一眼 突然笑了一声 展昭扬起脸看他 哪里好笑啊 说出来让我也笑一下 这是人是神我不知道 只是觉得 这脊梁谷长得真奇怪 竟然是折脚的 还有他上下两处都有肋骨 几颗星几个肺啊 吃饭还是吃草啊 展昭眨眨眼 继续摸下巴 的确很可笑 这神明这么厉害吗 嗯 相传只要败队了 当晚鬼将会突然冲入敌军的军营 将敌军杀个片甲不留 南宫说着 掰开一个螃蟹 感慨一下 蟹黄好多好辣 展昭和白玉堂盯着南宫看 南宫拿个勺子咬蟹黄 真的 老兵这么跟我说的 不是我编的 可是我们能败 敌方也能败吧 为什么没有鬼将冲入我们的军营啊 鬼将是汉人 南宫即简短的回答 展昭和白玉堂再一次无语 那为什么皇上说是死神呢 你是不是还有事情没说啊 听传闻说 鬼将做的是一命换一命的买卖 换句话说 要他杀多少敌军 就要给他多少条命 什么意思啊 有两种说法 明面上的说法呢 有些将领是用纸人 骗鬼将 也有些说法是用牲口代替 那暗地里的说法呢 有传闻说啊 当年打仗的时候 虽然仗打赢了 但是附近的村落 人都神秘失踪了 你是说当年的将领 杀掉了当地百姓跟鬼将换 从而赢得战士啊 那也打什么仗啊 打仗不是为了保护那些百姓吗 所以说只是传说 无从考证 方爸都八十来岁了 当年打仗那会儿 他还不到四十岁 现在要找个当年的老兵 也不容易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凡是有鬼将出没的战场 当地村民往往一夜之间 就死光了 所以有很多地方 都管这鬼将叫死神 我跟皇上说的时候 他对这点反应有点大 可能鬼将他都已经忘了 只记得这死神了 方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不让人动方骏的尸体的 另外 还有个传闻 想听吗 南宫记吃了些东西 肚子里有底了 竟然八卦起来了 展昭点头表示想听 白玉堂也抬眼看他 方爸其实 有五个儿子的 分别呢 是方文 方武 方权 方才 和最小的方骏 文武权才俊 这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不说只有文武权俊吗 哪多出个方权呢 真正的老三应该是方权 这四兄弟是按照文武权才 来取名的 当年哪有方骏啊 谁会料到自己六十多岁了 还能有个儿子 方爸痴迷于战争 对战场念念不忘 总希望自己 能培养出几个大将军 来驰骋沙场 报效国家 于是当年 他在拜鬼将的时候 求了一挂 是分别测四个儿子的前程的 当年一个算命瞎子 给他破的挂像 据说挂像是 一吨厚 二憨直 三五逆 四五符 五腾达 这老将军 怎么跟个烧饭老太太似的 这么信这些神佛命盘呢 各有所好吧 就因为这个挂像 方爸从小就不疼爱老三 后来老五出生 他喜初往外 更是对算命先生的解挂 深信不疑 也因为这一条 据说老三 方全 从小就过得很苦 哎呀 连带他娘都不受宠 最后方全 外出办事的途中 遇到旅店走水 被烧死了 他死后没多久 他娘病死了 方爸连找都没派人去找方全的尸体 直接把家谱改了 去掉了方全这个人 展昭和白玉堂 听得都费解 这真是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了 往方爸堂堂大将军 竟然因为一个算命先生的几句话 就拿亲生儿子当了仇敌 哼 可见那算命的也不准呀 这老五也没腾达到哪儿去 这么早要 那算命的很准啊 谁让他把老三去了呢 没了老三 老五就变成老四了 可不就是无福吗 确实啊 是这么回事 南宫将药说的都说完了 也吃饱喝足了 就拍拍手 说要回宫复命 临走 还不忘提醒展昭 明天欧阳和邹梁就到了 欧阳估计要他镇前 跟方爸吵一架 展昭和白玉堂都莫名决定叫点压脖子 鸡爪子什么呢 明天找个好些的地方去蹲点 看欧阳少征骂街 说起来 方爸毕竟八十多了 明天可别被欧阳气死了 说完 南宫既从窗户走了 等人走了 展昭和白玉堂继续吃旁去喝酒 两人商量着晚上潜入大理寺 瞧一瞧方骏的尸体 说到这里 展昭突然啊了一声 白玉堂被他一惊 看他 怎么了 忘了问包烟为什么会在牢里了